為民國八十四年開始 倫伯鄉到這支島地 社区營舍在社区教團 環境比發展地公平來典型過程 不過隨著人口過程的話 台方也不斷臨分破理事 前段消息的危機 為初倫伯鄉公收視地 在整基板社区營舍環境做黨位 希望就有夠領域的專家 這回來看看如何搭著 頂到好的倫伯鄉 那連有廟都會聚集 老師來向大家介紹 他在沒有做社区營舍的經驗 為了來向倫伯鄉親 作為討論如何 將社区營舍做得更好 公司這天是基板 社区營舍環境做團會 邀請郭鎂江蘇來分享 他們的經驗 稍後來到很多民眾 都學習到很多 今天我想參加 這個是因為想要了解 其他的社區 是如何活化他們的社區 然後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些經驗 讓我們的社區可以更活化 尤其是我們現在 正在做的花生相關的產業 我們除了花生降幻浪蛋卷 接下來在11月也會開始舉辦 在社區內花生田的花生採收季 希望有機會也要請大家 一起來茫爾甘春玩 因為我們隨便的社區 已經有兩個很具體的民俗活動 燕小節的拔米娜 還有中秋節的燕阿粉和暗鏡 那我現在是想要再尋找一些 從工部門這間拿一些計畫 能夠回來我們社區 活動我們社區 這次公司也特別邀請 在沒有做社區 可以做優勢的老師來分享 希望找到他的分享 來讓倫北社區合攝 用廟誌文化帶動青年 則會來娃娃俠哭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澎湖的宮廟信仰裡面有個 非常神奇的一個力量 叫做小法 那從小朋友身上去看到 地方信仰傳承的重要 那也這樣一路走來裡面就覺得 在地如果地方的信仰是可以翻轉 地方發展的一個無形的力量 那是不是在我們倫北 他也可以不要只顧到環境 反而可以從文化信仰裡面 地方慶典記憶裡面 去找出他獨有的魅力跟特色 倫北鄉其實有1995年 就開始做社區應徵 但雖然靠外流、老化 社區應徵慢慢度就調整 公司期待就在華東 讓有新進行社區應徵鄉親 有一個不一樣的循環 我們倫北開始做社區應徵 算起來我們有一段歷史 今年我們有讓地方的社區 或是青年來自己提案 說他們要做什麼 我們會補助款 還有包括這種演進工坊 演進做團會 這樣的系列活動 透過這次做團會 相信可以讓參與的鄉親 對社區應徵的警告有信心 記者 夏野心 蔡芳報道